一句悲情的八载角落的孤儿 到处八载族从外来政权 来到台湾之后的处境 而这支影像纪录片 更荣获107年 桃园市原民局 原住民族证明 《纪念日》系列活动中 活动短片竞赛第一名的殊荣 为了让更多优秀人才 透过影像记录 原民文化 土地 以及岁石记忆等 当代原住民族议题 今年再次办理政见 我是希望说 把当代原住民的议题 能够在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短片当中 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在整个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当中 能够找出我们自己的路 就叫做沿路 也能够说过去的 我们的人权的剥夺 能够让我们原住民 再次的重生 只要你拥有中华民国国籍 同时年满18岁的个人或团体 不限原住民族都可以参与 影片争选到6月30号为止 为了让参赛者 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今年在竞赛制度上 也做了些微调整 在去年我们只有单一 没有分组别 我们想说让剧情跟纪录片都能够来展现 我们的原住民权力转型正义的重要性 局长强调竞赛分组但奖金不变 纪录片组和剧情片组第一名奖金8万元 第二名5万元 第三名则是4万元 不只发放奖金 前三名的团队也将在原民局规划的原路 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特展中展出 让原住民族转型正义 透过不同形式传递给更多人 文士新闻是许家荣 桃园市采访报导